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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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满轻烟伤 乍一味荡归入药堂 相思泪须断心头伤 年儿了手舞在枕上 摇零时荒凉 伴下星月角千里过 与君已变两苍茫 变了此举不归期 情等来生再续余 真去忘不流行 等星燃尽不过体 一晚未相度火 唤星唐青君已变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今夕何夕 那首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人有情而天 无人白云都散去 剩一顺 剩一月叹醒 剩一月叹醒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人有情而天舞的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息 娘娘 这是秦王妃给太妃做的糕点 他们两个吃过了吗 殿下和王妃一早便出门去了 这么早 出去干什么 殿下说娘娘过些天要去佛堂进修 王妃便想着给娘娘做一些宁神补气丸 所以便拉着殿下一起去集市买药材去了 这俩孩子去集市就好好逛 不需要什么都想着我 娘娘是好福气 王妃对娘娘可是百般孝顺的 桂嬷嬷 你悄悄跟去看看 看看这俩孩子想买些什么 正好挨家要给他们添置一些 是 至少 我心里越是愧疚 不管是不是今生的 你们的母子情是割不断的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不忍心 把真正龙非夜 已经枉死的消息告诉他 只要我活着一天 便会以龙非夜的身份活下去 为他尽效 真正的龙非夜 也会感谢殿下的 我们去店铺给他买点东西 让他开心开心 走 小姐 你要我办的事情办好了 先去哪儿 阿华 你还是方便更多 你是不是哥 Rhodes 还不断你 你不得更多 是东西 不得更多 对 不得更多 父皇 母后 儿臣不孝 只能暗中击败你们 如今天下三分 连年征辰 我秦夕江山 早已是满目创意 儿臣未能守护好 秦夕子民 愧对父皇母后 非夜哥哥 这并不是你的错 哥 我们一定会赢的 父皇母后 有生之年 我一定会一同我秦夕江山 让我秦夕子民 安居乐业 到时候 我一定光明正大地前来祭拜你们 准备马车 是 非夜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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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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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唐离 非夜哥哥呢 今天不是要一起去寺庙祭拜先皇吗 他人呢 他 已经在庙里了 这么早 你今天怎么没和他一起去寺庙啊 我已经祭拜过了 哥让我先回来 他 他和韩芸汐在庙里 我哥好像真的喜欢杀韩芸汐了 唐离 你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相配吗 以前 我是看他挺不顺眼的 可是自从看到他不顾性命救我哥 我觉得他 还不错 难道我就顾兴自己的性命了吗 我知道你的心思 可是感情这种事情强求不来 你看 宁静不也天天追着我 那不也没用 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我和宁静不一样 你和非夜哥哥也不一样 是 娘娘 殿下和王妃去市集 买了一些香烛之类的东西 然后往寺庙方向去了 寺庙 他们去寺庙干什么 或许是为娘娘祈福去了吧 背马车 父皇 母后 儿臣来看你们了 旁边的这位 是儿臣的王妃 也就是你们的儿媳妇 芸汐拜见父皇母后 好 此次西丘之战 儿臣大获全胜 希望有朝一日 儿臣能够平定天下战乱 还黎民百姓一个太平 芸汐也请父皇母后放心 我会努力治好殿下身上的毒蛊 好好照顾她 成为她的好妻子 证明 芸汐小姐 殿下正在里面祇死 你不能进去 以往都是我陪非夜哥哥祭祀 今日我为何不可以进去 属下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请小姐不要为难我 我就要进去 明香小姐 我今天就是要进去 我就要见非夜哥哥 你真的不能进去 西风 让他进来 得罪了 请随我来 殿下 明香小姐来了 明香 你身体不好 就不必来击败了 看来殿下和王妃有了毒宗 明香就更帮不上什么忙了 无论毒宗是否能医好 我和芸汐 都会想办法 替你解美人谢之毒 可明香情愿承受这些痛苦 我也身中毒蛊之毒 知道毒发时的痛苦 我怎么能够看你 像我一样呢 那如果明香没有了美人谢 就对非夜哥哥来说毫无价值 那明香 岂不是更加痛苦 明香 你记住 即使你没有美人谢 我也把你当妹妹一样看待 妹妹 她 妹妹 我早就该料到如此了吧 我明白你的心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班李明相对你早已不是兄妹之亲了 可是我的心里 已经容不下别的人了 我知道殿下心中对他有愧疚 所以我一定会想办法做出解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似心狠手辣 实则却是胆小怕甚 能在本宫中毒之后 依旧送有毒的糕点 这一招 绝对不是他能想得出来的 娘娘的意思是二皇子 本宫没有见过此人 不过能如此受天徽帝的重用 还被太子忌惮 想来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 而且 萧贵妃犯下如此逆天大错 天徽帝还是没有把她赐死 除了念及多年的夫妻感情之外 看来还是有所顾忌二皇子的 那萧贵妃倒台之后 二皇子会不会记恨在心 对娘娘不利 嬷嬷不必担忧 这毕竟是在后宫 我们还是谨慎点为行 好 娘娘 西丘使者的夫人前来求见 好 快去请来 是 嬷嬷 西丘怎么突然派使者过来 是不是出事了 等他进来便知 娘娘 西丘的人来见 陛下 有可能会严密见识 还是小心为妙 嬷嬷 你去外面守着 小心隔墙有耳 参见公主 这人是谁 既然能出使天宁 想必也是高官的夫人 可是我在西丘未见过此人 是不是西丘出什么事了 虽然我是西丘使者夫人 但其实 我是北离太子军义政 派来慰问公主的人 看来公主颇受天宁陛下的赏识 但莫要忘了西丘目前的处境 还有来天宁的目的 家仇果恨绝不敢忘 天徽帝研究毒蛊人 已见成效 必须削弱天宁的局势 继续搞乱朝政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效果甚微 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太子命令属下 告诉公主 让公主想办法给龙天墨下毒 让他成为银子 引爆天宁 好 我明白了 我需要两种药 分开来他们无毒 但是一旦混合 则是剧毒 此药药鬼谷有 你想办法告诉他们 好 七少 什么事啊 军医症带来楚清歌的消息 楚清歌想要两种剧毒 看来 这个宫里还有一场风波 是 母妃 想着您要去佛堂进修 日常抒起多有不便 我跟殿下给您准备了好东西 母妃 母妃 这可是我跟殿下的一番心意 你就收下吧 太妃娘娘 这天鹅锦结烟刷 可是花锡寇店铺的 用她洗脸哪 文和干净 还能排毒养颜哪 这瓶身是白玉的 王妃有心了 也不可 你把我坐在一起 好 她是我的 这个是她的 她的 她的 好 茗香 姨母 姨母给你带了些糕点 茗香 姨母知道你的想法 当初姨母 也是希望你嫁给非夜的 听姨母的意思 可是姨母现在 并非如此想了 他们两个夫妻恩爱 倘若这个时候你嫁进来 对你实在不公平 茗香不在乎这种不公平 傻孩子 这女人 这女人就得找一个爱护自己 唐爱自己的男人 才叫幸福 当初姨母嫁给先皇 却连自己的孩子都见不了 天天以泪洗面 你可知道那种伤心 茗香能体会得到 好 茗香 姨母就是个失败的例子 所以不希望你也不我的后尘 你应该有更好的归宋 你应该有更好的归宋 茗香 姨母要去佛堂数月 你也一起去吧 姨母去佛堂是为了求清静 茗香就不跟着去打扰姨母了 好 既然如此 姨母就不强求你了 其实 京中还有不少士灵的好男儿 但姨母礼佛回来 带你好好看看 好吗 姨母 茗香有些乏了 想先去休息了 好 好好休息 好 这个孩子 要靠自己才能走出来 太妃放心 茗香小姐一定会想明白的 但愿如此吧 想不到 连姨母也不支持我和非夜哥哥在一起 韩芸汐 你凭什么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凭什么 非夜哥哥 我一定会养成美人心 我一定可以为你治毒蛊的 到时候你就知道 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了 非夜 你年纪也不小了 是时候该开枝散叶了 你们两个要努力一点 希望等哀家回来 可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母妃放心 那母妃走了 母妃慢走 你在看什么 跑什么呀 你可是殿下明媚正娶的正妻 跟殿下开枝散叶很正常的 对 不能害羞 我得勇敢地面对她 我去 先让了 好 停车 我要去趟皇宫 老奴参见太妃娘娘 参见陛下 太妃娘娘免礼 赐座 谢陛下 陛下 哀家已经查清楚 秦王的身份 陛下不用理会那些香野之音 秦王 的的确确 就是哀家和先皇的儿子 毋庸置疑 秦王宫 这么说来 太妃娘娘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了是吧 哀家的儿子 哀家自然不会认错 分叶的存在 就是上天 和先帝 赐给我最大的福报 好 那就好 这样朕就可以安心了 陛下 哀家 哀家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太妃娘娘但说无妨 陛下和非夜 都是先帝的儿子 也可以说 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 这孩子固执 不通人情世故 还希望 你这个当哥哥的 以后能够多多照顾他 太妃娘娘这是什么话 朕自然会 好好地照顾朕这个弟弟的 太妃娘娘请放心 那就谢过陛下了 哀家还有事 就先走了 太妃娘娘慢走 老奴送太妃娘娘 陛下 陛下 家便坐下 酒� doss 那是鸢长之 teamed 才是女的 院长之 따로 你可可就趋处 穿到他 把明乘帝里的 以为 你好 土肖地 这次就觉得 ANDRE 皮太妃的话 也不能全信 陛下还是要有所警惕 韩芸汐 已经知道天心夫人死了 她也算是一步废弃了 只是这丫头实在是狡猾 令哀家没想到 母后 这也不能怪你 我们既然没有证据 就不能堂而皇之地拿下秦王衣服 没想到 这韩芸汐 她既然能赢得秦王的心 这样看来 她当初提供给我们 有关龙非燕 身上有我丰足胎记的事 就是虚报了 我们没有明目 也不好去验证 秦王身上的胎记 免得打草惊蛇 让她有了提芳心 以免节外生枝 陛下 此事不能再拖了 得抓紧 我们只能找别的办法了 不许可 殿下 已经查出独宗去了天坑 那晚袭几右阁的 正是北厉的人 北厉的人 你去查出这帮黑衣人的确切身份 还有 他们隐藏在天宁的真正目的 是 下去吧 是 朱雨 你怎么有客来啊 霓夕 七少研制出一种新的情花毒 想请你去看看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就算了 可是 有点可惜哦 七少研研究出这种情花毒的时候 觉得你一定会喜欢的 那倒也不是 行 我给你去 那 你要问一下秦王殿下吗 不用 我是嫁进秦王府 又不是关在秦王府 难道见个朋友还不成 走吧 王妃娘娘 您至少出去啊 和紫月娘娘 师兄 芸汐又去药鬼谷找顾七少了 你不去阻止她啊 她喜欢研究药材 那就让她去吧 楚西峰会陪着她的 师兄 你这心胸够宽广的 你的秦敌都上门来抢你老婆了 芸汐说得没错 你还真是个冰石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信任他 信任他 齐少 真的没有想到 朱豫还请得动王妃啊 齐少 你这话说得可酸了 你怎么了 我只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而已 对了 这个给你 这什么 掐指一算就知道 你这疯癫的药应该用完了吧 以后不需要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真的不需要了 对了 你的擎花毒练得怎么样了 跟我来吧 齐少带你家王妃去看擎花毒了 你要不要尝尝 我新酿的酒 新酒 比以往的更纯香 那 我可得去尝尝 想知道 这水 请不吝点 找我 行为你吃得越多了 你吃完 但是你吃得了 我还没有吃完 我以后给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也不吃了 我吃了 根本口 所以你吃吧 你吃了 我看看 没事 前些日子 我受了点风寒 这几天太忙了 也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 你放心 亏你守着这么一大片药田 竟然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 对了 白苏呢 很久没见他了 他回家了 我们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了 注意做了些新的梅花酿 你要不要跟我喝两杯 原来是来请我喝酒的呀 那感情好 那我们就去喝酒去 走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来 干 七少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来来来 继续 不要停 不要停 来 你要是不说 我就不陪你喝了 我真的没什么事 就是以前的一些 往事罢了 三千烦恼丝 斩不断 理还乱 原来是感情问题 是感情问题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 家中有一件毒药 这件毒药呢 我很想得到 但是 我买不到 我拿不走 只能让这个女孩呢 偷偷地给我拿出来 但是 我不想利用她 所以我真的很烦恼 什么毒物 你这么念念不忘的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亏我还想着我要油 我就给你呢 现在油也不给你 到底是哪家姑娘啊 是 是 七少 七少 喂 我没喝醉 七少 七少 既然喜欢人家姑娘 就别老惦记人家什么宝物 你得勇敢去追 对 以你的模样才华 还是很好追她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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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喝 你知道你家主子 喜欢哪家姑娘吗 喝酒 喝酒 七少 平时只跟白苏说秘密 我这个人嘴巴大 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是不会告诉我的 和风这么紧 不像她性格 不知道算了 天色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看样子 毒宗的疯癫症 已经治好了 七少觉得 龙非夜能找到毒宗吗 毒宗善毒 毒丫头不会让龙非夜 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她 我也会经常约毒丫头 来支新的毒 如果毒丫头 连续几天不在秦王府的话 说不定 是帮龙非夜 找毒宗去了 这倒不是为一个好方法 祝你 非夜哥哥还在研究独孤进入 难道里面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没得到 没得到 quand aper空 大 给 长 可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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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还是奴婢去送酒 万一被太子发现 还是本宫去最为保险 可是 你放心 这难不倒我 只是如何给陛下的香料下动 才能不被她发现 早就能够过来 我 masters 这里面机关重重 大家一定要小心请示 小姐 属下先去探论 好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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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若这个世界凋谢 我会守在你身边 用沉默解决 抵靠万余千言 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枫变 我会有手中的写回你奉原 陪你看升月间 陪你看沧海变迁 陪你一次有一眼 不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将情节改写 陪你将八荒走遍 只因你独得同我 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偷写 这誓言一切命中最美的相见 也很甜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再一遍 吸气从前的雨滴 一旦 永远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若故事成年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换明天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 这誓言 这誓言 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 别很甜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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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从前的雨滴 一旦 永远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我陪在你心前做你心头线 我陪在你心里面 太幸福了 你心里面